民主党的超级特征30年 和我们另外两位讨论民主党的参选 今天就会参加报名和参选 多谢主席和胡志偉的文卡 民主党无论哪个人参选 我们最高的目标 希望在今次可以争取到35家 因为这才能够令我们有足够的实力 可以和政府讨论事情 和政府同意接受五大诉求 这也是很多市民对我们的期望 希望我们能够成立目标 所以今天我们两队就向上报名 我们之后就会展开我们的竞选工作 我们会和其他民主党和其他泛民的队伍都会合作 当然我们首先要和民主党自己的分区的直选 在这个时候我们很担心政府是用一个政治的理由来取消或者压投这个选举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很多地区都在这个疫情里面 即使比香港更紧张 仍然是有几十个大小的选举 所以我觉得 现在呢 似乎政府现在开始是做多少个势呢 放风呢 原来那些打手呢 就很希望呢 就是将他达候选举 讲到底呢 都是政治的理由 你看到 一面倒 是不投政府的 支持共产党的候选人 支持共产党的候选人 所以呢 他们呢 才发输 就想难道 好 足够的防疫的功夫 我觉得呢 是做得到的 加上现在呢 很多市民呢 其实已经呢 是习惯了 他们无论 家人上学啊 上班啊 等等呢 都习惯了 在网上接收一些资讯 所以呢 我相信呢 那个所谓拉票的工程 就 其实呢 包括很多的 上一年多的人 在家里呢 他都有上网啊 或者呢 一些 年轻啊 跟他 谈谈啊 那样 加上呢 现在很多的设备 都会有这些设施 所以呢 我觉得呢 就不是一个藉口 是应该要 用政治的理由呢 是取消 他在延迟今次的选举的 那我看看 郭文静有什么補充 那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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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